细雨中的小小身躯正奋力奔向终点 一脚在宜兰大同松罗 就由传统路跑项目 揭开全员运第三天序幕 少年组路程5公里 女子组金牌由桃园市的范真云获得 男子组金牌则落在花林县的严凯杰手中 两个小将平时都喜欢跟着爸爸跑步 这次赛事发挥了平时训练成果 一到五都跑山上然后六日跑平地 我跟我爸爸 同样也喜欢跟爸爸一起路跑的思惠平 在青少年女子组为桃园市摘金 而青少年男子组金牌 则是由台中市的田瑞翔夺下 回花林的时候都会跑山上 跟爸爸花林的比较好跑 比较熟悉 先跟他们 然后等到折返回来再自己先 再自己出来 对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策略 对 公开组方面 男女子组冠军都是在这次 田径一千五百公尺项目中 获得金牌的雙面孔 赖廷轩及曾廷尾 就算状况不好 还是练不好怎么样的话 下场还是要认真 尽力地去跑去平 然后为家乡争取人物预奖 而在团体赛部分 新竹县包办公开男子 青少年男女三面金牌 宜兰县获得公开女子 及少年男子两面金牌 桃园市则拿下少年女子团体金牌 美式新闻 阿松 刘大同 采访报导 接下来看到的 这次来看